哈喽,大家好,我是吉娜的 我来自孟加拉国,欢迎来到的频道 今天我给你们说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呢,孟加拉的后车 为什么我算着这个呢? 今天我告诉你们 因为我在中国读书一年多 读书的时候好多人问我 诶,吉娜的,你是哪里的啊?你的老家在哪儿? 这样的问题,好多中国人问我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孟加拉人 那么有的中国人,他们不知道孟加拉是不是个国家 他们就找一找百度上,孟加拉是不是个国家 还是孟加拉有什么东西 这个呢,然后他们找以后,他们就发现 他们就看到好多图片 这个孟加拉的后车 找以后,就一个图片 前来这个图片,这个是孟加拉的后车 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很惊讶 啊,孟加拉后车这样吗?孟加拉有只有一个后车吗? 孟加拉后车里面没有我作为吗? 这样的好多好多问题 大部分人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呢,所以我算着这个问题 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开始吧 在细节上你们所有人记得孟加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 可是人口很多 如果我们看到孟加拉的人口数量 差不多1.64人口密度是中国的西北 我们孟加拉的首都 大概,大概里面有好多好多人 因为你们所有人知道每个国家首都有好多机会 有好多更好的生活,对吗? 所以好多人来,来到达卡做工作 找工作,还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在达卡,留在达卡 如果你们在一个上班,对吗? 我给你一个比如好吗? 如果你在南京上班 但是你的老家在昆明 比如说昆明就不是你的老家 但是你在,你来到南京做工作 你没有时间回家 只有过年的时候你回家,对吧? 那时候你很像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回家了 孟加拉一样的 每年有两次非常非常大的节日 节日的时候我们都放假了 所以他们都回家了 因为那段时间 跟爸爸妈妈老婆孩子他们一起花这个时间 所以他们不管有什么危险 有什么事情他们都想回家了 还有问我,你们梦加拉有一个候车吗? 没有 我们国家有差不多348个候车 但是我感觉这个不过 因为我们人口特别特别多 这个候车不过 平时不是这样 没那么多人趴在这个候车上面 就是决日的时候好多人来 然后里面没有走位 所以他们趴在候车的上面坐 还有一个是票 因为你们所有人知道你们中国一样的 过年的时候你们多车买 已经满满了,对吧? 还有没有票买这个车 因为这个车的肉位已经买完了 没有地方坐 但是你还在想回家 所以他们多选择候车 因为候车比较安全 比其他的车 所以他们想做这个候车 如果你坐这个候车的上面 这个趴在这个候车的上面 你不用买票 对,你不用买票 如果你要坐这个候车里面 你一定要买票 如果你不买 然后呢,TD Kick out 再来还有 Safety 这个是安全的事情 我们孟加拉的候车 我感觉 还好吧 有好多中国人问 你们孟加拉没有这个隧道吗? 如果 这个候车进入 这个Tunnel里面 有没有人死了 还有没有人受伤了 还有没有人受伤了 我玩过去 没有这个Tunnel 没有Tunnel 这个 记得时候 每个小时 大概差不多 30公路 去 30公路 你知道speed 8-hour speed 就是30公路 所以我感觉 还好没问题 我感觉你们所有人知道 为什么孟加拉人 爬在这个候车 呃 候车上面坐 平时不是这样的 就是 既有日的时候这样 OK 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一下 我刚刚开始学中文 所以 如果你们觉得 我的中文不好 不用关注它 我刚刚开始吧 慢慢来 慢慢来 好吗? 请关注我吧 拜拜 Peace